今天我們的節目裡 邀請到了非常可愛的美魔女杰琳 要跟全球的觀眾朋友 分享比較養生 然後現在比較流行 還有年輕人喜歡吃 怎麼樣的一個料理 我們來請這個杰琳 來跟大家分享 杰琳,歡迎 春良,你好 全球華人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美魔女九令 好,我們看到九令 真的非常開心 年輕人這麼喜歡料理 而且他說 他最喜歡做的事是 去逛傳統市場 對,那是歐巴桑的行為 這麼漂亮的女孩子走到市場 我相信他買的東西應該 老闆都會算你比較便宜對不對 對,就那一下之類的 OK 今天九令要給大家帶來 什麼樣的簡單又好吃的料理 今天我要帶來兩道養生料理 第一道先做的是 香龜彩酥拌飯 香龜彩酥拌飯的食材有 鮭魚 紅黃椒丁 蘆筍丁 洋蔥丁 蘑菇片 熟飯 香蔥碎 調味料有 清酒 海鹽 黑胡椒 糖 橄欖油 檸檬片 拌飯 我倒是很好奇 就是把東西拌一拌嗎 沒有,還是有順序 還是有順序 對,還是有順序 才會好吃 OK 所以我說 很簡單又很好吃 那是不是就是拌一拌就好了 他說不是哦 還是有順序 對 所以我們趕快來看 酒令的這個順序到底是如何呢 我們今天香龜彩酥拌飯的話 最重要就是五顏六色的蔬菜 那蔬菜對我們很好 對 所以就有綠色 黃色、紅色 然後也有蔥 然後還有菇類 菇類算黑色 所以就算是五形了 對 然後白飯的話 可以是 就是隔夜飯也OK 反而用隔夜飯來做炒飯 或者是拌飯更好吃 因為它裡面的這個水分 對 水分比較乾 OK,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先把鮭魚 抹上那個米酒 就是去腥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撒上一些鹽巴 讓鮭魚等一下自己 也有一點點味道這樣子 是 對 好,然後我們撒上一點點黑胡椒提味 但是如果小朋友懼怕黑胡椒 其實我們可以不用加 是 對 但是因為大人吃 香氣比較夠 所以我們還是會加一下 好 那我們煎這個鮭魚要不要放油 不用 我問到重點了 千萬不要再放油 其實鮭魚本身它還滿油的 不然再煎出來 真的非常油 對 好,然後大概鍋子就是熱度差不多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鮭魚放下去 那因為今天我們用的是不沾鍋 所以基本上來講 應該不太會沾 但是如果你用的不是不沾鍋的時候 在這邊可以教你一個小撇步 就是 剛剛這個撒鹽的動作 不要撒在這個鮭魚上面 而是直接撒在鍋子上面 好 它就會形成 它跟鍋子之間的一個 一層 那當然不是很鹹 再來煎魚 也比較不會沾鍋 或者是用老薑片 稍微刷幾下這個鍋面 也比較不沾鍋 然後我們就等它自然就是會出油 那不需要蓋鍋蓋嗎 原則上的話 正面的話 通常我是還沒有油脂出來 我就比較不會蓋鍋蓋 那盤式的話有很多種 那原則上今天的話呢 我會切就是一角就好了 那這個呢不是 不是只是擺飾而已 等一下我們吃飯飯的時候 其實它可以撒在那個 就是 淋在那個鮭魚上面 對 它可以擠在那個鮭魚上面 其實是非常 就是清爽 會有加分效果 對 我看這個樣子 應該已經可以了吧 對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就把它做盛盤的動作 好 那我們剩下來的鮭魚油 就留在裡面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用叉子跟夾子 然後我們把魚皮先拿走 魚皮不要 對 魚皮不要 其實魚皮也比較新對不對 有些人很愛吃嘛 那個人就是我 那個有些人就是我 所有的那個魚呢 我最愛吃的其實是它的皮 對 那我們因為等一下我們可能 為了擺盤是漂亮的 所以我們可以留一塊 假設家裡有客人的話 那一塊也是我最愛吃的 魚的肚子 好油 好好吃 那我們就可以先留起來 然後放在旁邊 我們等一下的話擺盤可以用 OK 然後剩下我們的話 就把刺挑掉 原本的鮭魚油 然後我們直接來炒 蔬菜 原本的油就已經很多了 然後這真的是天然的 所謂的魚油 很多人說什麼心臟不好 去那個藥妝店 或者是說那種 像美國的話 他們都去買這些魚油 是 其實你還是吃最天然 你看得到的東西 最養生 對 然後首先我們先把那個洋蔥丁 放下去 因為它要把甜分炒出來 就需要一點時間 好,那接下來我們看 有一點點變顏色 我們就加這個蘑菇 所以順序很重要 你會看到 我們這個要保持脆的這些食材 我們都沒有加 譬如說紅椒、黃椒跟蘆筍 我們都沒有加現在 他們是一熟的 所以其實 最後再下去就可以了 然後今天的蘑菇因為比較大 其實一般市面上的蘑菇 蘑菇是比較小顆的 那也因為為了要搭配 這麼巨大的蘑菇 所以 丁狀物會切稍微大一點點 好,然後接下來我們把蔥白先放 對 然後接下來放蘑菇丁 那蘑菇還是... 丁還是需要熟成的時間 所以我們還是要炒一下 然後紅黃椒的話就最後再放 因為其實他們兩個先吃會比較好 也不錯啦 營養成分比較不會被破壞 對,但是因為我們要拌飯炒一下 味道會比較融合 然後我們這時候把紅黃椒 就可以直接放進去了 因為蘑菇丁已經熟了 大概拌個兩、三下 我們就可以加調味料 先加鹽 然後加點糖是中和那個鹽的鹹味 然後胡椒粉的話也是提味 這其實也是看個人有些小朋友 可加可不加 對,可加可不加 最後再把蔥綠擺下去 只是讓它殺青 就是讓它熟成就對了 因為我們現在蔥比較吃深的 然後我們就直接關火 因為今天的飯是今天早上煮好的飯 如果是隔夜飯的話 其實下去拌炒一下 就也可以 再關火就好 那我們就把飯放下去 好,然後我們大概就拌勻 最後我們把剛才我們的鮭魚片 就直接放進去了 好,然後一樣也是輕拌 那如果想要鮭魚的肉片 要細碎一點的話 我們就拌用力一點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我要呈現豐富的感覺的話 就是輕拌就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直接盛盤 好,然後我們就加一些盤式 然後最後灑上一點點黑胡椒粒 有了,很... 今天這個真的是貴客臨門 對,這樣子就完成今天的那個... 拌飯 香歸彩酥拌飯 OK 是不是看起來非常的 讓人家胃口大開 很想要真的來 讓廚娘請客 相信觀眾朋友應該都會喜歡 希望下次酒店有時間 再給大家帶來美味可口 又營養又會變漂亮的這個料理 來跟全球的觀眾一起分享 謝謝妳 謝謝,謝謝廚娘 我自己要坐到這間二號 高跟你們墊成本 的看見 burse薄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